我要入豪門 Hi 大家好 我是唐玲 豪門我已經入了 不過不是別人給我入 是我自己做給自己 是不是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呢 給你看看 這裡就是我所說的豪門 豪宅之門 去哪裡 但在他飛上之頭變豪門之前 他的樣子是 就是我 將這裡平凡之門 翻身做豪宅之門 我是不是很聰明呢 當然我不是一個專業的裝修師傅 不過這一兩年 我真的靜悄悄地學著裝修 你不要看我小小粒 我對這件事一向都很有興趣 哼 最多就是砌一下 咦呀那些鬼 這段時間我又真的試了很多 不同類型的裝修啊 維修啊 翻身啊 多數我都會設定 拍下自己做的過程 我現在就打算把這些片 做成一個系列 跟你們分享 大家都知道 現在有很多香港人 他們的生活環境 住的環境都有一些轉變 以前沒想過要處理的 現在都要處理 當然是包括翻身啊 裝修啊 維修啊那些 欸… 我不會弄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一個新手 或者剛開始想試試自己做些東西的話 那我就是想告訴你 連我也做得到 你也一定做到 廣告時間 你們看完影片之後 記得留言 和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新的朋友 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們就會知道的了 原來原來裝快鏡 說回道門 為什麼我要無端端翻新道門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我就是覺得它醜 我不想整天看著一塊巨型紙皮 還有門已經開始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掉出來了 我知道我拍不到 我整天就是怕它吃了 你有沒有整天看著家裡的牆紙 摔著摔著摔著 牆上的東西又摔著摔著 兒子的桌子又摔著摔著 不過這張又真的有點跨 總之那些東西其實整整它 又OK的 就好像我說的那門 它又開得生得 我沒有理由無端端就是換了它 那我就想 可不可以換了這顏色呢 那究竟它是怎樣變豪門的呢 去片 那第一步當然是先拆開門下來 拆螺絲呢 最好就準備好一個小盤子 不然這些螺絲就會不知道去哪裡 拆到最後一顆 最好都真的扶一扶 因為它有可能 一下就會鬆出來 已經拆了所有螺絲 沒有 沒想到 不過又要搬門又要拍片 我真的搞不定 最後我就關掉了 所以鏡頭一轉 到門已經躺下了 我手上拿著這支 我叫做神奇藥水 那究竟為什麼要用它呢 還有用來做什麼呢 因為門上面 上面有很多它之前塗過的 一些透明的保護塗層 它就好像我們以前讀書用的 那些包書膠那樣 有了它 就可以令到那東西耐一點 還有它可以防水 雖然已經脫掉這麼大半 但也還有些靜 還有上面又有它原本的索色 所以我怎樣都要清乾淨 才可以上色 什麼索色呢 我一會兒會再說 那看一下 真的拿了很多東西出來 雖然這支東西很厲害 但也總有漏網之餘 不過不要緊 我有打磨機 用它就可以把剩餘的 包書膠和索色 徹底磨走 上色前 就一定要幫它沖乾淨 即是把之前的膠 木碎 抹乾淨 你看我多憤身幫它抹 終於看到門的顏色 原來它白痴痴 現在就要上色了 我要上索色 什麼索色啊 有隻色叫索色的嗎 其實索色它是一種材料 它就好像油漆一樣 有很多顏色選擇 不過跟油漆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上了木的時候 它仍然可以保留到木紋 現在先選擇色吧 上網看了一輪 我都有點心水了 我就想選一些深色的門款 因為深色代表冷靜 沉實 穩重 最後我就選了這個 嘩 倒出來這麼深色的 不過上到去又沒有那麼深色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拿著那塊東西 好像你家裡的那塊地布 其實你又真的可以拿家裡的 不要的舊布稅來做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用布上是比用掃上的好 因為你上色的時候 你其實要一路找一塊布 抹走一些多餘的索色 如果你塗得太多 它又索不到的話 過了一段時間 它就可能會掉色 最後我油了三枕之後 就讓它慢慢乾了 沒那麼久了 一兩兩天就乾了 怎樣啊 到門看來是不是越來越像樣 好 現在就倒一些淡奶出來了 說一下而已 因為它真的很像 其實它就是包樞膠 它就要一層一層上 我自己也油了三層 還有 最好選用我這款掃來塗 它會容易塗得比較均勻 等到門乾完之後 就反轉它 做另一邊 啊 不知道一道門 可不可以有十隻色的呢? 說一下而已 其實我是在想 可不可以一道門 兩邊不同色 那當我一開門的時候 就好像去了另一道 就好像 其實呢 我很喜歡效果紙的 冷靜一點 其實我和子女都喜歡藍色 不如選一隻藍色吧 哇 Fifty Shades of Blue 數完它的五十度陰影之後 我就選了這隻 第一步就是 反桌 嘩 看著你 這次呢 就用第二部打磨機 看起來是不是很厲害 很專業 我知道我是戴錯了口罩 你們不要說我吧 那這部和我之前那部有什麼不同呢? 看到了 它其實是有一個架在這裡 變成你可以硬著來磨 就算你是超新手 也可以磨得漂亮 哇 小心一點 整道門都推開了 哇 磨到滑過臉 新手來說差不多了 不要太多挑剔了 慢著 不是選擇藍色的嗎? 我在這裡塗什麼 是這樣的 我現在塗的就是底漆 在上任何顏色之前 都應該先塗這一層 即是像化妝都要塗粉底 不然眼影、胭脂 根本就不會上 就算上都不耐用 對不對 這些我就不會節省了 我真的幫他塗了兩層粉底 現在就真的上色了 不知道為什麼塗了出來 好像一點都不藍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都要塗多幾層 這層是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 四 五 夠了吧 等些油乾完之後 就上包暑膠了 現在就要安裝門柄 但原先那個都用了三十多年 而且有點壞 所以換掉它吧 哇 搞定了 整個門不同了 現在多漂亮 你說什麼 弄完了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完成了一件壯具 我真的成功把一道平凡的門 變成一道豪宅的翠衣門 而且我看著它的時候 我覺得不像自己弄 只是找人弄 或者買一道新門 所以這次的翻身 是成功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索色那邊索色多條銀色線 其實我用完索色之後 看著門我覺得有點舊 而且好像不太舊 但我看到豪門的門款 是這樣的 那你覺得差點什麼 不如你們就猜一下 那條銀色線是怎樣弄上去的 下集揭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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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 垜